洛杉矶乔教中心主任温贵堂 乔务委员朱碧云和杨贤怡 带领洛杉矶地区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的14位学生 造访洛杉矶市文明世界的迪士尼音乐厅 令人叹为观止的金属片波浪形外观 同时是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本部 在洛杉矶台美商会前会长温玉玲的积极争取之下 得以参观这一座集合顶尖建筑艺术和音乐文化的重要地标 成为搭桥学员们最后一天形成的重头戏 同学们被迪士尼音乐厅这座艺术之都洛杉矶市中心最经典的建筑 每一个设计细节都感到赞叹不已 今天非常有意义的是我们帮他安排了来看洛杉矶很有名的 非常非常有名的Disney Concert Hall 在这里我觉得他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比较不同的艺术结构 新的艺术的一个文化艺术音乐的结合体 那在那里看到的是建筑的艺术音乐的艺术 文化在这里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大都会里面配合了他们的生活 以及他们的外形以及其他的周围周边的一些配备 我觉得拓开了他们很大的视野 看到了一个很不同的大艺术品站在一个这么拥挤的city里面 那洛杉矶呢有1700万人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 那今天呢走访了洛杉矶的市政府 参观了他们的市议会的议会厅堂 今天因为没有市议会在开会 所以学生们很有机会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议会厅内的布置 以及走访这个整个的议会大楼 整个市政府的大楼 在孩子们的心里我想可能今天是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 这个大城市的架构 拓展了他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接着全体造访建于1928年的洛杉矶市政厅大楼 在门外认识这座世界最高的使用基础防震结构建筑 由市府公共关系主管方树强向同学们介绍 这一座像博物馆风格的建筑内设有洛杉矶市政府市议会等部门 并带大家参观洛杉矶15位市议员的议事大厅 说明美国民主制度下城市运作的模式 解说当中还特别邀请每一位同学坐上议员专用的座位 体验民主社会议事规则成为大家珍贵的回忆 我从我们青年同学来自台湾各大专宴校了看到他们积极这几天积极的吸取知识 我们给他们安排的不管是公私立的机关政府还有私人的企业 他们都在积极的学习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台湾青年对未来的发展对未来他们的志向都有一个新的面向 那么我们希望这种program可以继续进行同时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海外 桥委员会透过了侨胞能够真正的看到美国各方面的建设以及公司的经营 还有政府如何的运作 我相信他们的收获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祝福他们未来有很好的发展 第一届洛杉矶搭桥计划解业室在晚餐时刻进行 洛桥中心主任温桂堂特别感谢每一位桥委员对这项计划的支持设计内容以及安排参访行动 甚至照顾每一个孩子的食衣住行 相信七天丰富的学习内容可以让同学们了解桥委会和海外华侨们平日的努力 透过所看到的人事物并能开拓大家的视野 每一位同学也畅谈学习心得并向热情的侨胞致谢在离情一一当中互道珍重